俗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 但是,如果看完小霞今天推荐的电影 可能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本片的主人公马东西 马大叔,作为一个演员 马大叔在盛产小奶狗的韩国娱乐圈 可以说是操的别具风味 最令人过目不忘的就是他那条 比小霞大腿还粗的麒麟臂 来,摄像大哥推个特写 让我们近距离观看一下大叔的公二头鸡 你看那壮硕紧绷的肌肉纤维 有没有让你想起 啊,导播干什么玩意儿了 你进去驾驶观众都看饿了 就让人想起了他在火车上 一幅当关万事莫开的感人画面 又让人想起了他在巷子口 一拳一个蛊惑仔的神勇表现 而在马大欧巴最新主演的冠军中 他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个励志要成为世界掰手腕冠军的男人 掰手腕 这个小时候我们都玩过,对不对 特别是男同学,青春发育期 谁不想用最快速,最直接的方式 在心仪的女生面前证明自己是臂力最强的男人 和小霞我屡战屡败不一样 马大叔那条麒麟臂几乎战无不胜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叫是男人就撑过一百秒 但在拥有钢筋斑肌肉 以及专业掰手腕技巧的马大叔面前 纯爷们也撑不过三秒 于是马大叔这项超能力 在他的好机友见机眼中 马上就变成了可以用来赌博的无限商机 你的公二头机,我的提款机 窃了一屁股债的小机 把在美国做保安的马大叔骗回国 又偷偷和黑帮大哥签订了幕后交易 其中的套路和打黑拳的艾伦差不多 为了巨额赌注 大哥让你赢你就得赢 让你输你就得输 然而一身正气的马大叔 哪搜得了这个 麒麟臂还没用力 就干犯了一票弱鸡 于是大哥很生气 后果很严严严严严 一点都不严重 外强中干的大哥 在警察赶来之前就溜之大吉了 只留下马大叔和小鸡 两个人在警察局里 阴风凌乱 就在眼瞅着要蹲起爱欲的时候 一个长得贼像阿雅的女子 把马大叔保释回家了 阿雅告诉大叔 我是你同母异父的妹妹 同时也是独自拉扯 两个孩子生活的单亲妈妈 大家都不容易 以后就搭货过日子吧 突然多出一个妹妹的生活 多少有点尴尬 但是小孩子们却很开心 有了这么一个 像绿巨人一样的叫叫 因为家门口 如苍蝇一样的讨债人 都很识趣的自动消失了 与此同时 为了让马大叔 尽快恢复当年的战斗力 小西自作主张 报名了一场 在地的掰手腕大赛 报名真相的大叔 答应后才知道 全家此行的目的地是 釜山 所以他们后来的故事 就被称之为 釜山行 开个玩笑啊 马大叔决定参加 掰手腕大赛之后 虽然没有遇到僵尸 却要面对 刚刚醒满释放的 魔鬼筋肉人 只可惜 最后万中期待的掰手腕大赛 并没有排出 激动人心的场景 韩国人这个掰手腕 巴巴舅舅的励志故事 李摔焦巴巴巴 真的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马大叔先是棋开得胜 然后中途开始疲软乏力 手腕受伤之后 夺冠之路 可是岌岌可危 但是猜都猜得到的是 就在他和魔鬼筋肉人 对决的最后一刻 慢镜头闪回 以及激昂的音乐 赐予了他无穷的力量 大叔在心底怒吼着 在我的BGM中 没有人能赢过我 于是麒麟B重新焕发了火力 马大叔最终成功掰弯了 魔鬼筋肉人 这部名叫冠军的电影 虽然不算精彩 但是想要表达的精神 却值得学习 人生逆境 我们不可能每一次都赢 哪怕没有麒麟B 哪怕拿不到冠军 但是为了守护家人 每个男人都应该拼死到底 所以这位先生 健身卡包年优惠 要不要了解一下子 没兴趣 那就不要怪小虾 没有提醒你了 再不加强锻炼 小心被别的男人掰弯哦